时间不多了 这边无钱只能自己攻了 哎呦 压哨命中 而且这球离三分线还有一步啊 非常难 散篮不禁这反击的机会 可以抓一波啊 看无钱推起来 直接散篮 两分打进 还有加法 不错的选择 但是对于福建来说呢 这种转换的防守也是这 时间不多了 这边无钱只能自己攻了 哎呦 压哨命中 而且这球离三分线还有一步啊 非常难 无钱 一个假动作 点起了王哲林 外线三分命中 直接换防 无钱 稍微等了一下 其实这个球节奏已经断了 无钱这个调整能力是真强 中头没有啊 篮本球 确实不带好抢 看这波反击 无钱速度很快 好球 一条龙反击的上篮啊 今天无钱的表现 无钱现在已经得了15分球了 第一节10分 第二节5分 无钱突进来啊 往王哲林身上造插伤 直接就冲着王哲林身上去啊 反击该抓的球 抓着了 然后三分球呢 试机会投了 我们看这波反击 魏姆斯一条龙 两分打进 又是篮板 这边浙江又拿下一个前张板 再给篮下的无钱 非常轻松 两分打进 40分 魏姆斯打板命中 目前三分命中 中一个拉杆 可惜没有打进 目前突破分球 好球 已经43分了 算是刚才那个罚球 过不前 迎着防守直接投 真有信心 不行 稍微调整了一下 三分命中 直接切掉了 王哲林 但是这球又被抢回来 就是说错进错出啊 再给斯多克斯 篮下又是一对一 又是没人加击 这会儿还得再犯规 一个失误啊 得赶紧再犯规 这样 一发进 两发全撞啊 无限这边还是很稳 这两次都得从后掌发球了 这都能直接扔吧 也没有时间再瞄了啊 三分疼而出 这场全场比赛也结束了 124比117 这种人说 这种人说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